喜欢这个祝福 爱你哟 爱你哟 工作 生活 这么辛苦 那生活当中 家给我的感觉 就一定是要放松的 一定是要安全的 我知道索菲亚是一个 法国的品牌吗 为千万家的客户 做了整家的定制 所以她又注重细节 又注重品质 又注重环保 争取了很多 你的粉丝给你的留言 捏山语去 还有诗意啊 早日演恶女 永远爱你 期待之后有机会 可以欣赏话剧 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 做好自己的工作 其实毕竟人生 是你们自己的人生 第一次见到你 你其实在我自己的感觉 我可能跟大多数的观众一样 就是因为她的形象 特别的高级 高级感很强 就是应该是那种 难以接触的 不怎么爱说话 可能沟通起来 也会有点困难的 但是朋友们 我跟你们说 第一次跟她合作之后 我发现太棒了 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感觉到她的真诚 而且在她身上 我会发现有一种 只有在十几二十岁的女孩子身上 才会发现那种清澈和可爱 我们又见面了 好久不见 你坐坐 哇你真是好像又苗条了耶 苗条了 嗯 而且感觉整个整个人很棒 你知道我最近 因为我最近一直有在看这个夜流戏 啊 西数影文刚播完 是刚播完 所以我就是每天 不但去翻你的微博 嗯 然后看你的一些动态 我说哇 她怎么会那么棒 好好好 夸我的环节就跳过啊 你没有发现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环境非常特别 跟我们之前的都不太一样 就感觉像是一个露营的场所 嗯 就感觉整个也很舒服 一个小椅子 其实我们今天呢 就是特地 想要为你打造一个 这么一个比较舒适 而且比较放松 也比较自由的一个场景 而且我们很有心哦 为你安排了一个乳角 哦 就是很真啊 小猫 你们有发现 她就 我才看到 就 我每一次我一瞄那个场景 我就哇 这个感觉就像一个真的 要不然知道你很喜欢猫 那放这了 哎 有点 有点 你喜欢喝咖啡吗 我喜欢 那我们一边泡咖啡一边聊 哦 好啊 好不好 还可以这样 你会泡吗 嗯 这种吗 这种我应该会 对手磨的 哦 可以啊 其实像这样子的专属空间 你自己在家里面 会不会想要打造一个 你说自己一个喝咖啡的地方 想啊 想啊 嗯 你自己梦想当中的就是 像这种喝咖啡的一个场景 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梦想当中 是一个露营的状态的 还是说在家里面 有个小角落 我就可以 我觉得都可以 首先我非常遗憾地说 我好像还没有露过营 除了那个 像以前上小学的时候 经常什么夏丽营啊 就这种学校组织的那种 都大家一起集体活动 就自己装好了 吃的干粮啊 什么火腿肠啊 泡面啊 这些 然后大家到一个地方 那个叫夏丽营 我好像在我长大之后 就没有好像集体地去露过营 一次都没有 没有 我之前拍西出玉门的时候 在敦煌 我们拍摄的基地 有一个就是露营基地 但是很可惜 也没有时间说 跟着团队的 或者说跟着一起拍戏的小伙伴 说去哪儿露营 我们都想着说要去 因为离我们住的酒店很近 五人小分队 对 想去 但是就始终都凑不上时间 我其实本来还准备想要问 就是拍了西出玉门 就是可以去到一个绝美的沙漠的场景 还以为你们可以每天跟小伙伴 就像那个剧里面一样 打一个小帐篷 然后几个人就每天 沙漠里打一个帐篷可真的是不够 因为沙漠里天气变换莫测 沙漠里面是没有办法 因为风很大 风沙很大 而且天气预报 其实跟沙漠里 真正沙漠里具体的情况也都不一样 它每个区域 每个区域的天气都不一样 所以很难说天气预报说没有雨 天气预报说没有什么风 但是沙漠里它突然就下雨 突然就起风 所以它说不准 所以必须要去沙漠 就有非常专业的人陪同 或者你做了 你非常了解 然后有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然后就还也别一个人去 还是挺危险的 所以我看到 偏头还偏尾都会有一个小警告 对对对 就是让大家不要去私之下去 对 我觉得行行都有自己的专业的人士 可以帮我们把控一些 就让一些危险的事情 不会在自己身上发生 对 能跟大家聊聊 就是你最近除了工作之外 自己在家里面有没有就是 干什么是吧 对 就啥不好意思问 我老是觉得 我突然间我就觉得 好像化身小粉丝 就窥探偶像的生活 好像不太礼貌 没有没有没有 生活可简单了 我不拍戏 也是在家看看剧本 然后看看新出的剧 新的电影上 我就从我家走到影院去 大概我会在一个 你和自己去看 剧电影院开始 对对对对 我好像 博庆期间 我自己去看两回 我就有一个APP嘛 你JSM可以订票 然后你买了票 你搜哪家影院 离你近嘛 但问题是你啊 就是一个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优秀女演员 跑到剧电影院去看 不会被人认出来吗 认出来呗 那咋的 因为这个不去看电影了 也不至于吧 我倒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我觉得我看电影也很 蛮自由的 一般是什么时候看 就是 我一般下午 下午 好了 朋友们下午 下午或者晚上吧 就是看 比如说我临时兴起 我想去看个电影 so 差不多离现在的时间 差不多 比如说五点 六点 就选一个票 差不多就可以出门了 就看个电影 然后自己再回头 是走过去的 因为很近离我家 大概我看地图显示 也就走的话 二十分钟 行 不能再说了 再说我觉得 就是北京的附近的 那个电影院 基本上每天都要被人家 就踏平了 就是为了去寻找你的踪影 那像你自己认为 就是你在工作 或者是在生活当中 反差大吗 我工作和生活当中 挺大的 我生活当中其实挺懒散的 不会吧 是 像你工作都已经那么紧绷了 人要活得有点弹性吧 别那个工作的时候 这么严肃 生活当中还那么严肃的话 我觉得好累哦 具体表现在一些方面 具体表现在 我爱赖床 我如果没有工作 休息的时候 我觉得会睡到中午 或到下午 然后我睡也睡比较晚 熬夜 你的熬夜的定义是几点 两点 两点也还好吧 两三点吧 日常生活中会比较自由一些 对 纪律没有那么的严格 没有 我不太喜欢纪律 就给自己设定太多的计划 条条框框太多的话 会让自己有种拖拨期的感觉 对对 工作当中已经有很多计划了 我觉得生活当中 还给自己那么多计划 我会好累哦 会让我非常不开心 我觉得生活当中 还是以自己开心和舒适为主吧 其实跟索菲亚已经合作了很久嘛 对 你自己对索菲亚的感觉是怎么样 我知道索菲亚是一个法国的品牌吗 它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吧 只有四十多年做定制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了 而且也为千万家的客户 做了整家的定制了 我觉得索菲亚给我的印象就是 它非常的有钻研的精神 而且它非常注重生活当中的细节 它不是以一个卖方的角度来做设计 它是以一个买方的作为一个我使用者的一个角度去参与到每一个细节当中去 在细节当中做设计很贴心 这点是让我觉得特别好的 还有我知道索菲亚好像建立了一个像 联盟 对 严选联盟 对 严选联盟 对 是跟了很多一些国内家居的一些知名的品牌 我知道再进这个联盟肯定要经过非常严格的挑选 对 因为要做到环保嘛 其实就像我们说的像平时工作生活这么辛苦 那生活当中家给我的感觉就一定是要放松的 一定是要安全的 因为就像港湾一样嘛 所以就是你回到家里 舒适 重要 安全也很重要 这个安全当然包括就是你选用的材料啊 还有包括就你在家里 不管是从体感上来说 还是气味上来说 就整体让你是会觉得是很温馨的 很舒服的 所以它又注重细节 又注重品质 又注重环保 就是全方位做的都非常的贴心 对 其实你刚刚也提到有点非常重要 就是一直以来索菲亚 她都非常追求品质上的完美 我觉得这点其实跟你挺像的 就是因为我在夜流戏上面看到 每一个不同时代的夜流戏 它都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出来 你知道吗 就是看你的剧 我觉得可以感受很多 也学到很多东西 你真的说我都不好意思了 不会 就是因为我觉得你跟索菲亚 这种品牌的亲密 当然我觉得我也是挺认真的 就是我觉得我们三个就 就已经孙日老朋友了 所以呢 在我们这次的这个访谈开始之前 我们还在那个网上 征集了很多你的粉丝 给你的留言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好吧 谢谢妹妹 谢谢妹妹 这咖啡有点淡 是吧 水放多了 豆子放少了 来你就随便抽 抽一张我们就念出来就行 第一个粉丝留言是 名字要念是吧 叫酸梅桃了 酸梅桃了 好想喝酸梅汤 最喜欢家中的小角落是贴着弟弟写的浓缩版新年对联的衣柜 每次看到都觉得非常的可爱和温馨 想对小喵姐姐的祝福就是希望姐姐永远自由永远开心可以在热爱的道路上一直奔跑 永远有无限的可能和未来也要身体健康平安喜乐最后祝早日言恶女永远爱你 早日言恶女是一个怎么样的祝愿 这是你自己真实的愿望吗 其实怎么说呢 是我也不太记得了 当时情况可能是参加了一个采访吧还是什么 就问了给了两个选择 一个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恶女 这两个里边的话我可能更倾向于恶女吧 我就说了一个恶女 因为她也没有别的选项给我选了 所以也不是说很为难的说演恶女啊 当然就是我觉得恶女这种个性非常鲜明 然后对于演员来说有非常有很多可能性的这样的角色 就是很多演员都是非常有这个欲望想要去创作的嘛 确实 好的来我们再看下一张 再抽一张 对对对 我们其实这几张都是我们精选出来的 都得看一下 那名字好可爱 叫我老了一定更可爱 她说最喜欢房间的飘窗有一种很舒服的小角落 每次开心难过都喜欢一个人窝在哪儿 希望喵总可以接自己喜欢的戏 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们有听你的话 有过好自己的生活 愿倪山雨去 哎呦好有诗意啊 风云修 顺其自然 喜乐无忧 愿有无尽下 愿你你永远 自由明朗 谢谢我喜欢这个祝福 谢谢 好的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这个叫成千里 我的心动角落是书房的窗台旁边 放了拍立得票根色纸以及一些纪念品 舍不得落灰的大部分都放在那儿了 我算是心粉 谢谢这些年 这些日子你给我带来了鼓励和动力 其实总会觉得现在才入坑有点小遗憾 要是再早一点就更好了 但是没关系 以后还可以看到新的作品 期待之后有机会 可以欣赏话剧 祝姐姐工作 生活一切顺利 身体健康 天天开心 有时间好好休息 未来自由自在 万事顺遂 得偿所愿 不早啊 不晚啊 我觉得现在我的状态 我个人觉得是我 入行以来 可能我自己感觉啊 就是可能容貌上会有衰老 但是我觉得 没有吧 不是 那肯定人不可能十几年没有变化 但我接受我没有觉得是不好 我觉得心态上啊 还是各方面吧 我觉得对我来说 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阶段 和让我自己最自洽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入坑 可能我个人感觉是最好的时候 刚开始年轻气盛 然后就是有很多 有很多地方 我现在回看和回想起来 都会都会觉得啊 那个时候就是太年轻了啊 也就各方面吧 反正我觉得这个时候 现在你的状态是有沉淀的 我觉得是有的 就是可能是我 未来会怎么样 我也不太清楚 但我觉得目前这个阶段 是我最自洽的一个阶段 真好 最后一站好 这个叫嘎嘎 我最喜欢我的书架了 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书架 但是上面全是我珍藏的宝贝 有我的拍立得 有我爱看的各种书 还有妮妮姐姐的照片 杂志徽章 好想去看姐姐的话剧 这样我小小的书架 就可以有话剧的纪念 比如照片啦 门票啦 妮妮姐姐一定要天天开心 毕竟开心最重要爱你 好的 当然我们也爱你哦 谢谢你的支持 最后一张 这个叫吸一口逆气 吸一口逆气 最喜欢家里的小飘窗 我在上面安置了一张 中式木桌和一个小木柜 木柜上层放茶叶 茶具 下层放笔墨纸燕 窗户外面是小区花园 周末临窗 喝茶听曲 超幸福 我现在它这个文字描述 我感觉的那个视觉 有画面感了 还有最后一句 希望全世界最好的妮妮在忙碌的工作之余 也常能寻得一片静谧 感受世界的美好 爱你哦 爱你哦 好的 那因为我们的时间就是非常有限 最后还有什么祝福的话 要送给我们粉丝呢 我觉得我喜欢我时间久的人 可能都比较了解我 然后也知道 其实我对粉丝 这也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诉求 我就希望 因为毕竟你脱离粉丝 你喜欢我 你毕竟你也是一个个体 你有你自己的生活圈子 然后有自己的工作圈子 我希望喜欢我的人 就是能够从我身上 哪怕给你的生活当中 带来一点点的阳光也好 一点点就是疲劳的时候 一点点的动力也好 能够让你们在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 能够有更好的状态 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 做好自己的工作 其实毕竟人生是你们自己的人生 我希望你们花更多的时间 在自己的身上 真的 关注自己 好好爱自己 对对对 因为确实像你刚刚我觉得 说的这句非常的重要 就是真正喜欢你的人 他其实不会去太过于 打扰你的生活 而是先活好自己的 过好自己 做好自己 然后我才有更好的状态 去喜欢你 我觉得这样子还是对的 那种真的难的 好的 再次谢谢妮妮 谢谢 那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好拜拜 拜拜 平安喜乐 你最喜欢如果是家里面 你现在家里面就是哪一个小角落 因为他们都分享了自己最喜欢的小角落 我肯定会有希望有一个喝茶的地方 所以如果是茶跟咖啡 你会选择茶 茶跟咖啡我都喜欢 因为喝咖啡已经成为一个习惯 其实当初喝咖啡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它的味道喝 是因为 提神 一是提神 二是它能够就是 就是说早上起来容易消水肿 就是说拍戏就太辛苦了 现在代谢慢啊 或者早上起来起太早了 整个人就会浮肿 我就会喝很多很多的黑咖啡 然后让自己代谢的快一点 这样的话你上进的状态都会更好一些 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年 十几年了 我觉得就慢慢形成了一个习惯 好像也渐渐觉得 喝咖啡是一个生活当中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哪怕我不排气 我在家里也会喝咖啡 但茶就不一样了 茶其实是追求一种氛围感 对 我也很喜欢茶的味道 因为我爸爸很喜欢喝茶 我每次回南京的时候 我爸都会给我沁茶喝 就是他有自己很多喜欢喝的茶 而且南京的时候 像我爸爸经常就是会坐在那个窗前 或坐在小亭子里 然后自己就喝着茶 看着他养的鱼 这个就很很惬意 嗯 очень 我们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